来 李子墨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美国这个林元购的这个事 现在还严重 我最近这一个月没跟美国待着 不太知道 但是咋的你关心他的意义是啥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是说 不是出了一个法律吗 就是低于多少美金 他是怎么着不判刑 或者是就是这意思 你听过他们新出的一个法吗 林元购如果你拦着 你要被罚款 最高一万八 就是他美国人的思路是什么思路呢 他就是说让这帮人就是抢吗 不是 这个按照我报复老妹的理论来讲 是怎么个玩法 这个叫让小猫吃辣酒 听过吗 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个理论 让小猫是不可能吃刺激性的食物的 刺激性食物 什么柠檬辣椒 他是不愿意吃不愿意闻的 你要想让小猫吃辣椒 一共有两种办法 一种捏着他嘴往下胃 另外一种把它涂到他菊花上面 让他自己舔 因为他辣嘛 他就自己舔下去 明白吧 他们这个就是属于第二种方式 首先呢 因为隔美国这个地方 他不是 他是一个人说了算 但是下面是由两个班 两个班选出一个大班长来 对吧 就是美国的这个这个构造 他们这两边 在曾几何时 百十来年前 两百来年前 这个这个时候 他们是每一个每一次要选班长 他都能说点 就是奇奇古怪 新鲜晚上出来 看似对对他们本地人呢 也好 劳工也好 特别有建设的 这么一些这些这一些想法 做法 但是经过每四年这么一次 他现在已经选了四五十回了 没有什么太新的活 能拿出来说了 没活了 那没活的话 他们就得互相啥 泼脏水了 不泼脏水的话 我就 我也彰显不出来 我自己 我能说啥 好 我让我上来 每人发一百万每刀 不可能啊 对不对 我也很多现实状况 我是没有办法 比如一千三百万移民 一千三百万非法移民 谁也解决不了这东西 所以说呢 我让他们选我 我不一定 让他们真的喜欢 我只要讨厌对方 讨厌对方 他们就可以选我 所以说他们两边 在选的时候 互相泼完脏水 你只要讨厌对方 你最后就迫于无奈选我 现在这个东西 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工具 我用来恶心你的 你不是张了 你不是张了 要给每一个黑子 每一个黑人 对吧 补36万吗 听过这个吧 说给美国 美国本地 每一个黑人补36万 行 黑人是你爹 是吧 好好好 黑明贵 是吧 好好好 来吧 以后他们那个 总是他们留员够 谁也不行拦着 谁也不行拦着 抓着 不用管 谁拦着 拦着罚款 开始一步一步 朝恶心的方向去发展 让你膨胀 让你蜘蛛侠 来黑人眼 让你美人鱼 黑人眼 就把这个属于 要想让其灭亡 必先让其膨胀 现在搁这走这一套 我跟你说 在我眼里看 这叫啥 这叫消极反抗 明白吧 他跟你玩这一套东西 然后让下一届的声音 出来把这东西 你说来 我出来 我说不能这样 太过分了 把这些鬼的废除掉 一大网上穿 就选你当班长 就这样 手段 都是手段 听懂了吗 就为选票 对 政治手腕 好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